王子除了刚才的那些极端的一些问题之外 客观的评价王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孩 她就没有一点对你的好吗 她确实有 但是她对我的好有点方式方法是不对的 宝贝的我怎么对你不好 你告诉我你说清楚吗 你想让我怎样你说明白啊 不是我求你 你让我去工作我去吗 王子你现在别急着去盯着她 这个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你现在所需要的是进行一系列的心理方面的辅导和咨询 可以用一种她能够适应和喜欢的方式和她相处了 她就会更喜欢你就不会离开你了 可是她不愿意 那是你没有改变 等你改变了她就会喜欢你 她可能会主动的来找你 你现在拼命的想去抓住她 反而她会被你吓跑 她很难改 是很难 但是我们有专业的老师 有专业的系统来帮助她 已经造成伤害了 能还能变回原来吗 不可能吗 这个世界上不是说什么都是一成古变的 你们都还那么年轻 我觉得你可以帮助王子 他有一种轻微的强迫症 就是我越得不到你 我越要得到你 你越说分手 我越不要分手 我就要得到你 我现在对她已经没有感受 对她是以自我为中心 所以你现在顺着她 你别逆着她 你越逆着她 我越要得到你 可是我不爱她 我不能装爱她 对 我觉得不能装爱她 既然她已经不爱她 她觉得她带来的全都是 你是帮她走出这种心理的阴影 我没有一无外 为她帮忙去给她走出 不然的话她一直纠缠你 我没有婚姻的关系 我干嘛要去帮助她 她需要的是专业的辅导 而不是她爱的人的那种 她会错误地把那种好心 帮助是爱了 但是她帮助王子 她帮助王子就是帮助自己 你帮助她就是帮助你自己 你知道吗 其实她已经帮助她 一个人往你心口上捅了一刀 把刀拔出来 就算伤口好了 是不是还留下伤疤 你有没有反省过 你自己有什么问题啊 你为什么总在说人家的问题啊 错误两个人是相互的对吧 感情也是相互的 你从刚开始站到这个台上 你一直在说人家的问题啊 你自己有什么问题你知道吗 也许她现在 你有没有做得不够好啊 让她误会啊 你有没有啊 也许我是做的可能又不够好 但我每天那么拼命 那么赚钱 就是证明我自己 我想配得上她 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 但是她后来的种种举动呢 如果她得了绝症 你会管她吗 你还会说 我要跟你分手 我没有义务负责你 我没有责任负责你 你还会这样吗 如果我真的不爱她了 如果你拿绝症来束缚 我顶多是束缚我的人 束缚不了我的心 不用说了 不用说了 应该是彼此是对方的唯一和一切 爱人 就是彼此要互帮互助 不是有问题就撒手 想爱了就搂过来 毕竟两人在一起生活两年时间 虽然王子的爱是强迫性质 但是很显然是发自肺腑 她是个不懂爱的女人 因为她从小没有受到过关爱 是你没有义务 再去接受她这种强迫式的这种关爱 因为你们还没有结婚 但问题是 爱曾经发生了 爱曾经是有过 你心里很清楚这个女人是爱的 虽然她爱的方式很不对 我今天暂且这么说吧 每个人都尊重对方的选择 你的选择有你的理 但我想说三点 第一 我不相信你心里已经完全怪她了 这是第一 第二 如果你选择离开她 每个人都尊重你的选择 这是你的权利 第三 如果你选择帮助王子 好好的恢复我们都会赞美你 同时你会赢得所有人的掌声 我只说这三点 不强迫你 你自己做选择 主持人 我想说一句话 你还要告白吗 我觉得 就像刚才老师说的一样 我觉得我应该去改变 我只问你 你还要不要告白 我觉得我不要 你不要告白了 是吗 对 你想说点什么吗 现在你不需要逃了 小伙子 你不需要再去找一个人来演戏了 他放手了 如果说你一直说他是不理智的 是强迫的 他今天已经开始了 选择了尊重自己的四孙 尊重你的自由 这下你应该如实重负了吧 是 我希望他自己回去也能好好反省反省 我和他之间是现在是真的也不可能了 我希望他以后处理事情不要在那么极端 你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方式离开这个舞台 王贝德 我只希望你记住两点 曾经有这么一个叫王子的女孩撕心裂肺的爱过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